上次上課當然基本上我們有延伸的所謂錶單的部分 建立所謂的房呆機制 房呆的話當然就用if 然後再來第二次的話lif 最後那個就else 最後不要忘記說有個n的if 你就把那個房呆建立起來的話 那個錶單如果你給人家輸入 基本上一定要輸入是你指定的資料 才能夠輸入到eSale裡面 這樣的話你可以確保什麼 人家輸入的資料都是在你的規範底下 或者是在一個規範底下才能夠輸入資料 也就是說人家不會亂輸入資料 其實很麻煩一點 你會發現你讓人家亂輸入資料後患無窮 因為後面你要花更多力氣 去把那些錯誤的資料把它抓出來並且修正 那倒不如你怎麼樣 在剛開始就管控好 所以我常看到很多這個企業 那個資料真的是慘不忍睹 因為他前面都沒有控管好 那變成說後面要去修正那些資料 那要花更大力氣 那你倒不如剛開始就建立那個所謂的房呆機制 那當然我們之前去舉用表單的方式來控管 表單也是一個方式 而且我覺得表單在Excel裡面來做 是相對起來比較簡單的 因為你會發現工具開發並不困難 如果跟那個像Python或者是像R這種工具比的話 那實在是太簡單了 如果你要用Python來開發表單 那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的話其他就是防止輸入什麼 第一個未輸入資料 然後判斷是不是數字 我們可以用VBA裡面一個叫 is numeric的一個函數碼 然後最後的話可以再保護工作表 為什麼 因為主要就是說如果有人他取巧 他想要不是從表單輸入 而是直接輸入那不行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表單保護起來 不行你一定要透過表單 那可是問題 如果你把那個工作表保護起來 那VBA本身輸入也是會有問題 所以呢我們要講了一個 如何用什麼VBA動態取消保護還記得吧 其實程式喔 只有開頭的一行跟結束的一行就好 有沒有 ActiveSheet 點什麼 先Unprotect 刮斧 我是用1234密碼 那最後一行的話就是再把它 把Un改成 就是Protect就可以了 在ActiveSheet 點什麼呢 Protect 刮斧 1234 這樣的話呢就可以 你要修改之前先動態取消 那最後的話再把它保護 那這樣他就是 一定要透過表單才能夠輸入資料了 OK 這招其實還蠻好用 如果你會這樣表單結合eSale的話 其實就等於什麼 直接把eSale拿來當資料庫來用 而且前端又有那個介面可以使用 我覺得比起來的話 比你說你要再拿一些其他工具來開發 我覺得是簡單相當的多 而且措手可得 那你要給別人使用 基本上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只要那台電腦上面有裝eSale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實標準我覺得還蠻低的 那它的效果其實我覺得還蠻顯著的 所以我之前舉的例子 像那個 之前在像公賣局的那個 這個資料管理的時候 那個學員他覺得做完之後 他其實就省很多力氣 那再來就是怎麼樣 因為你的程式裡面有寫密碼 所以呢 你再來我有舉一個例子 就是 就是如何保護你的VBA的程式 還記得吧 那程式都在上面喔 所以如果你 你如果想要複習的話 其實就是點擊這個完整的教學 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回去再看一下 基本上就在這裡 剛剛講的還是影片 回去的話呢 你就可以再把那個影片 稍微複習一下吧 跟各位講 這些東西其實主要 如果你要把它活用的話 第一個你還是要熟悉它 然後你要熟悉它 沒有別的什麼訣竅 反正就是說多看多用 然後多實錯 基本上的話我覺得 至少可以確保你是真的學會啦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按Enter直接輸入 這個我想 這個程式也在雲端上面 其他的話就是後面 後面這幾段就是 日期時間的部分 什麼叫日期呢 日期這個格式比較特殊啦 雖然它表面上看一下有年月日 對不對 實際上呢 存在於是有它這個數字 跟那個1900年 1月1號相比較之下 相差幾天的意思 所以 在Essal裡面喔 日期第一天就是 1900年的1月1號 OK 那奇怪為什麼會定1900年1月1號呢 其實可能是從1900年 它反正就是 就是那天開始就對吧 OK 所以喔 也就是說 1900年1月1號以前 那都不算日期 所以喔 你如果輸入一個日期是 就是像如果拿Essal來做那個 歷史資料的紀錄喔 那那個年可能要特別小心 也不能 早於1900年1月1號 否則的話呢 那個日期喔 是等於是不存在的 因為它那個日期沒有負數耶 它只有正數喔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 時間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小數點 也是一個小時 就是二十四分之一啦 那除完之後當然是小數點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倒數計時啦 另外的話計算 精確年齡可以用Daydiff 當然日期時間裡面還有什麼 Day啦 曼時啦 Year啦 等等的相關的 很多很多的函數喔 那我建議喔 每個都可以把它活用看看 那產生隔一個月的日期 就E-Day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 年曆的邏輯判斷 所以呢 上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做完了喔 就長這樣 就是 這邊用E-Day 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再來產生每個月的其他天 然後為了避免說什麼 它的月份相同的 月份不相同的日期 像這邊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用慢if什麼 如果它的上面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跟它加一天之後 月份不同的話 那就給它空的 反之就把它加一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if做一個邏輯 那因為呢 你向下填滿 下面這個呢 因為它是空的 上面這個空的嘛 所以會產生那個錯誤訊息 那如果要過濾錯誤訊息的話 那我們又用了ifL 所以這個是上下禮拜 上下禮拜講到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接下來 我們來看可能進一步 有關VBA的部分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需求 我希望呢 可以把那個禮拜六跟禮拜天 做不同顏色的格式 那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格式化日期 這邊按下這個按鈕 它可以幫我把禮拜六 格式化成什麼 底色的話是淺綠色 字的話是深綠色 這地方該怎麼做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禮拜天的話 那我們就是 字的話是紅色 然後底色的話是黃色 這個我想我們前面有 跟各位講過 如何把那個什麼 用VBA格式化 它的字的顏色 你還記得吧 前面有講 然後還有它底色如何變更 所以我們現在 接下來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只要跑個回圈 因為它基本上是一個很大的範圍 從哪個範圍呢 從A2一直到哪裡呢 一直到L的這個32 那這個範圍的資料裡面 我需要怎麼樣呢 其實我們的需求 邏輯是這樣 第一個先跑回圈 把整個範圍的資料 通通抓出來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把它抓出來做什麼呢 判斷說 它是不是禮拜六 或禮拜天 OK 如果是禮拜六或禮拜天的話 那我就做格式上的修改 OK 這個地方 第一個 應該邏輯蠻容易的 那只是說 這邊會有一些 可能會發生錯誤的點 什麼點呢 就是說呢 有些資料是空的 那如果是空的話 你如果把資料 空的資料丟給那個 比如說 假設VBA裡面有 一個函數叫 去判斷的話 那它會發生錯誤 OK 所以可能還有一點 就是避開那個空白資料 那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我要把這些 資料格式恢復的話 還原格式 這地方該怎麼寫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 就是請各位先開啟 那個上一次上課的那個年曆吧 然後呢 我們待會要寫兩個 兩個SUB 一個SUB 是叫做格式化日期 一個叫還原格式 那格式化日期 它基本上就是按下去 自動幫你把禮拜六一個顏色 所以你會把你禮拜六全部格式 禮拜天一個顏色 當然呢 如果你不懂的這個方法 用程式來完成 那你就不突發煉鋼 突發煉鋼真的不是好方法 像一年的話 至少會有52個禮拜六 52個禮拜天 那如果你要人工的方法來做 那要做多久 對不對 那更不要說 如果現在你的資料 是金融方面的資料 每天 每週 每月 甚至每季 每年 那個資料多龐大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全部都要人工來做 你要挑出你想要挑的資料 並且把它格式化 那這件事情 我看你可能用人工做 一定是絕對做不完的 所以你可想而知 現在金融業好像非常需要 用程式來完成這些事情 所以今天 我就接到了一個單位的來信 那個單位我看一下 好像還不算小 好像金融 金融研訓院吧 他們好像專門是考證照的 好像之前聽到是考金融相關證照 就沒想到他們要設計新的證照 什麼樣的證照 以Sale VBA的證照 OK 然後呢 他就寫信 問我說呢 能不能擔任他們的審題跟命題的委員 OK 我滿驚訝的 我想說怎麼會找到我 OK 所以當然 第一時間當然我是還蠻惡意的 我就想說 我們要後續 所以可想而知 金融業以前好像都是辦那種 純金融的 就是純商的 但是現在 可能要辦那個 Sale VBA相關的這種證照 這會不會也是一個奇蹟 而且 烤箱類似像這樣子 請你幫我把這兩個按鈕給做出來 的程式該如何撰寫 OK 欸 如果你學過的話 你就會覺得 這應該沒什麼問題 然後大家就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可是如果你完全沒學過 對你來說簡直是太複雜了 但是其實也沒有太困難 第一步 還記得吧 一樣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有沒有 第二步的話把Visual Basic叫出來 再來的話 寫這兩段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不要跟前面的混在一起 其實你可以把它另外再插入一個 比如說我就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新的模組也可以 反正我就再多一個module 然後把這兩段寫上去就可以了 寫的方法的話 其實看起來好像程式還蠻多的 不過呢 其實有一定的規律 很多地方是重複的 待會的話 我會教各位 如何一步一步的 把這個兩個程式 字號給寫出來的方法 OK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上一次上課的檔案先開起來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何撰寫那個 就是 如何格式化日期 跟還原格式 這兩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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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